大家好,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三 今天是期止結算日 再加上復活節假 明天做完之後就會放假 明天不會再有任何估計介紹 看看情況如何 第一,今天是期止結算 這裏也是上升的辦法不多 其他年來的汽車比較好 既然信服務現在好 煤坦一直都說,應該需要留意 黃金和貴金是因為 現在環球的大環境影響所致 再看看,在汽車方面 其實升得最多是這一隻 這一隻是 現在一升,升了三毫多指 這個保馬控股,之前是一毫升 所以升了三百幾個百分比 拖高了所有那些 這個真不知道有哪一間買到呢 六九二八 記住它先 等待最拉尾出圖給大家看看 第二隻 是電信股 電信股 電信股 大價的不是太多,是小的 還有農業 農產品 煤均是大價都是這些 其他很細小 沒有什麼 這些都不是太大影響到的 煤坦方面 就是比較重點 這些全部都是 生日一路來講 都是 做好的 接著來到 就應該要看看 整體的 這個是 各個個別股票 除了騰訊有升之外 其他很多的波及股票 都是下跌的 沒多說 接著 期指的樣子始終是不好養的 期指始終就是不好養 因為仍然在保里加通道之下 今天期指結算 不知道 明天或者下星期回來 會不會升得上去 不過由於 接下來的交易的日子少 這個很多人都是比較 假期又長 變得很多人都是有點戒心 不是很肯入市的 好了 看看 接著就會是 有什麼股票可以去 還有貴金屬 忘記了說 好了 有什麼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可以留意一下 中信銀行